請黃國昌委員發言 謝謝主席 今天看到監察院立法計畫的報告 其實洋洋沙沙寫了幾頁 一言以蔽之 大概就一片空白 沒有什麼法令 你們是要推動修正的 我在看到監察院今年的預算 跟去年比起來 去年編了7億多 今年編了7億8千多萬 總共增加了大概將近6千萬 我想所有的納稅人 都有這個資格問一個問題 就大家所關心的 懲治貪官 丘舉弊案 我們的監察院到底發揮了什麼樣實際的功能 這個是目前在我們的憲政體制下 大家對於監察院唯一殘存 希望有一點期待的 我進一步去看 你們花納稅人的錢 然後又去搞出國考察報告 考察的主題是 吹哨者保護機制 結論的第一點是 大家十年以前就知道了 我國吹哨者保護法 應該要立法 只是拖到現在立法還沒有完成 當然不是監察院的職責 但問題是 這件事情 監察院派人去做出國報告了以後 我當然要看一看啊 出國報告回來以後 給我們整個監察院職權的行使 它具有的具體的積極功能到底在什麼地方 報告裡面寫得很好聽啊 監察院對於公務人員違法失職的糾談 對於貪賭不法 損害公務形象的行為 監察院要積極的作為 要積極的調查 問題是 有嗎 然後我們第一個來看齁 跟吹哨者保護這有關係的 之前 新竹縣有一位公務員 他揭發了貪污啊 可以說是社會的英雄 沒有他勇敢站出來揭發貪污的話 大家都不知道 原來新竹縣家處疾病防治所這麼黑啊 做假帳 公費失用 結果他揭發了貪污以後被免職 秘書長 你覺得這個是 從監察院的角度看 吹哨者保護 在公務裡面揭兵應該有的結果嗎 這應該勇於檢舉不法事 對啊 人家勇於檢舉啦 然後後來就被免職啦 從監察院的觀點看得下去嗎 這個是不應該的 你說不應該嘛 好 那我的問題就來了 監察院既然認為不應該 就這件事有立案調查嗎 有去糾舉新竹縣政府嗎 把一個吹哨者免職是你們應該幹的事情嗎 監察院有具體作為嗎 這有沒有 不用 不用 不用往後看啦 我直接跟你講答案啦 我已經上窮必落 下級黃泉的搜索過啊 你們監察院對這件事情的作為是零 那我就搞不清楚啦 監察院花個幾十萬 然後派人出去 考察 我是不好意思說油山玩水啦 做一個調查報告出來 講一個大家早就知道的結論 吹哨者保護者要立法 然後想辦法拗回來 所以監察院應該要積極的作為 作為在哪裡 你監察院辦這個案子 不就是對於吹哨者保護在現行法治下面最好的貫徹嗎 秘書長我說的對不對 這個個案的那個租料的情形 我們因為沒有看到這個 什麼叫沒有看到啊 啊你們自己給全國人民 不是你們要積極主動糾舉不法 因為 然後要去保護吹哨者 這個新聞你沒有看過 我有看過 那你們監察院為什麼不作為 但是個案的詳情內容 是不是還有其他的 對啊 所以要你們去調查啊 剛剛你也說這件事情不應該 現在被發現了 那個監察院根本沒有作為 然後你現在要打算怎麼轉 好 這個委員在 來 我們繼續往下看齁 這個你承諾我了嘛齁 回去告訴你們的監察委員 這種事情不辦 對不起吹哨者 讓大家懷疑 監察院對於糾舉這些貪污 貪官污吏 是不是真的有決心